蓝色小货车开到路口 一个华丽转身居然溜进了 机车代转隔离 要等待前进 民众目击看傻了眼 有没有搞错 网友笑亏 驾驶其实是看到停车位 还有人质疑 驾驶是不是忘记今天开车 而这离谱行为发生在台中被团 警方说已经违规 镜头转到云林 这个机车代转隔也引起话题 代转隔就化在路口车道上 车子一来直接碾过 骑士看了吓得要命 倒退好几步 说什么都不肯往前 因为真的很可能被撞 代转区俨然成了代转区 直到爆出正义 主管机关才破速吐销 车子那么多 这代转区怎么样 落地 而八马县路全也报正义 你也要走 绿灯行人也是要遵守规则 行人传红灯 传得理直气壮 悠悠哉在在过马路 轿车乘客实在看不下去 虽然行人有入权 但怎么变成行人我最大 还能无视灯号 要是酿成事故 责任归属 到底是谁的错 记者六位 王俊杰 王氏涵 台中云林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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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